特别要告诉您 台北当代的艺术博览会 在南港展览馆正式登场了 这一次有来自90家 全球的顶级画廊一同参展 那么特别聚焦在亚洲 有哪些精彩亮点 我们赶快来看 各式各样作品琳琅满目 都在台北南港展览馆 第一届台北当代艺术博览会登场 从全世界168家艺术中 临选出90家 来自欧洲 亚洲与台湾 举代表性的艺朗参展 包含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等人的作品 都在其中 这次博览会聚焦亚洲 国内也有不少画廊入选 特别带来杨洁昌 最为世人所知的千层墨的作品 以及十亿日坛的系列作品 独特的个人风格相当吸睛 除了平面画作 现场也展出不少装置艺术 他用机械动力的方式 去塑造一个生命体 也是一个宇宙的生生不息的概念 作品质量水准都很高 台北当代艺术博览会总监任天静 特地选择台北开办艺术博览会 就是看准台北艺术收藏市场 极具潜力 为期三天的台北当代艺术博览会 有不少艺术家的心血结晶 还举办各式论坛 让喜欢艺术的观众朋友大饱眼福 记者准备在黄瑞玲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